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圖是一個兩頭車 車窗密閉 經在車內建車頂 懸吊一個5公斤 這物體5公斤 那物體跟牽直線乘37度 若車子是水平進行 那機是10公尺 沒有 我則下列何者正確 A 此車當時做等加速度運動 對 而且它交換度是往這邊 所以你在車子裡面看的話 有個假想力往這邊 MA往這邊 好 車子做等加速運動 這個對 上看B 此時車子向左行進 那就不一定了 我們知道它交路往這邊 它有可能往這邊前進 但是是煞車 煞車的話 交路也是往這邊 有可能是往這邊前進 但是越跑越快 交路往這邊 這不一定 C 若加固體質量加大 則該系審以牽直線的夾角會變小 不會啦 不會變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剛好這個夾響力 現在就是一個張力 T R 還有跟這個 MA 甲響力 你就站上去看 R 還有跟那個MZ 三個力量會平等 三個力量平等的話 這個角度是固定的 這個角度只跟這個有關 這個角度是37度 這個角度只跟A跟Z之間的關係有關 我們可以用纳密定 這個是等於180-37 這個角度是等於90-37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這個MA除上sin 180-37 會等於MZ除以sin 90-37 這個MA剛好會消掉 所以這個夾角的話 跟那個質量沒有關係 這個你可以設它是系檔 那這個就是180-90加系檔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 這個 這就是等於3-17 3-37度 還有是cos 37度 所以我就知道A 是等於那個tang 37度 G 所以就是似乎是3G 這個角度的話 只跟A跟G之間有關 所以跟那個質量是沒有關係 這質量剛好是可以消掉 好 所以C是錯的 次是車子交度7.5 就是這個 就4分之3嘛 那乘以那個10 其實是10嘛 2得4、25得10 15除以247.5 公尺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好 那繩子張力呢 繩子張力呢 繩子張力呢 就是再加一個 這等到 等於t 啊 除以那個3-190 我這是90 我90度 3-190 所以 這樣我就知道t 是等於mg 是等於mg mg mg 除以second的3七度 這mg 這cos的三度是等於5分之4 所以是4分之5 乘以4分之5 所以答案是4分之5mg 就 質量是5公斤嘛 所以這個是等於5 乘以10 再乘以4分之5 所以250除以4 這22得4 然後我們得4 125 125連數有 2612 22得4 所以62.5 62.5 62.5 怎麼對 所以1的話呢 是不對的 所以1的話呢